好,來到這條例題2512 這次我們會選擇一個新的Sequence 叫做Fibonacci Sequence 大家一起選擇它吧 Fibonacci Sequence 很簡單,一開始我給你兩個1 然後每次我要找下一個Terms 我就把最新的兩個Terms加起來 例如現在最新的兩個Terms是1 加起來就是2 然後我再找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把最新的兩個Terms加起來 即是3 好,再找下一個 最新的兩個Terms當然是2和3 所以加起來就是5 所以如處類推,你之後會找到 8,13,21 如此類推 所以它的特性就是 如果我想找下一個Terms 我就把前兩個Terms相加 反過來想 如果我想找前一個Terms 就把後兩個Terms雙減 所以我們可以看看題目 題目就是 現在我們 第21和第22的Terms Fibonacci Sequence 即是說Fibonacci 就是這個數和這個數 現在我們找2和23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我們21和22 現在我們畫出來就很簡單 1,0,9,4,6 這是第21的Terms 然後後面我們會有個 1,7,7,1,1 這是22的Terms 然後我要找後面一個Terms 第23個Terms 剛才說了 第23個 即是 找後面的 即是把頭兩個加起來 會變成第三個 然後我們要找第20個Terms 20個Terms就是前面的Terms 剛才說了 找前面的Terms 即是把後兩個加起來 變成前面的Terms 所以其實也很簡單 例如我們找第20個Terms 就是把 剛才那兩個Terms 雙減 找前面的就是雙減 即是 6765 然後我們找後面的Terms 後面的Terms 就是把前兩個Terms 相加 就是 這個加 這個 好 這樣吧 屈指一算 就算到 就是這個了 Castware 十分抱歉 我是打漏了一句 你可以暫停這段影片 幫我 copy 這句 在中文字上面 然後 幫我照照上面的形式 計算它 如果你想不明白的話 你可以像我一樣 幫我翻封圖出來 想怎麼計算